大大率目前一台帆船正在不断飘移 仔细一看一旁的挖土机还在挖水灶浪 这里不是游乐场 而是沙鲁地阿拉伯的影视制作城 石油大国沙鲁地阿拉伯在2016年 推出的2030年愿景 提到多元经济发展 就包含要成为全球媒体重镇 首都利亚德打造了高科技影城和影视制作村 不但要设立沙国影视制作新标准 也要吸引其他国家的影视团队来沙国拍片 沙鲁地阿拉伯政府誓言要推动经济走向多元化 而这杂大前打造的新成立制片场 占地9万平 有7个先进摄影棚和影视制作村 影片拍摄后期所需的特效 音效 音乐 字幕等各个环节 通通可以在这里实现 此外这里不仅有专业设施 制片厂的服务还提供高级住宿 对拍片团队而言 既方便又可以降低成本 究竟沙鲁地阿拉伯能不能扭转外界对他们的既定印象 在其他产业发光发热引起关注 下来新闻 林志祺报告